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从这条道 右车车道 货车道走过来的 因为它又觉得不合适 它又往前走着走 它又往前 它调整它的位置 它后面的小车道道车 这户车还多了吗 这车多了 这车当时这只是一个 它总共有80多辆车 通过监控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 此时高速公路上车流量很大 这辆货车司机的操作 随时都有可能造成严重事故 一般往这个方向走的都是重车 都是重车 都是装载满满的天然气 或者其他的危险化学品 如果发生碰断的话 罐体肯定会受损 受损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 这整个一大片区域就会受到影响 波及 这辆满载危险化学品的车 因为发现及时躲了过去 但是仅仅过了几秒钟 后面又来了两辆大货车 它要比 但是它发现了 它已经发现它在比 后面它的重型半挂车也在变道 它就不敢变 这个车是已经被逼停了 已经把这个小货车已经逼停了 当时候我 后来我给这个小货车打过电话 他说他当时都快吓死了 一个是怕前面的车倒车倒上它 撞上它 另一个是怕后面这个半挂车也把它撞了 就跟咱们说的通俗一点 就成了加入壁了 万幸的是 后面的大车及时发现了前面的情况 立即采取了刹车和避让措施 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而这辆违法车辆在调整过方向之后扬长而去 它调整过方向 它走了 它走了 它没事了 它从这走了 但是它刚刚过去的呢 它的这个行为对这这么多人 这么多车 是极端的不负责任 对这个违法行为我们必须要进行严厉打击 而且必须打击到它个人 发现这一违法行为之后 高速交警组队 一支队 五大队的民警 连着几天对这辆违法车辆的行驶轨迹 行车规律进行研判分析 寻找这名违法司机 对它进行一个非正常处罚的话 对它的这个震慑作用比较小 所以就必须找到它 通过这个违法驾驶员 在辐射存在侥幸心里的这部分员 终于在第四天 这辆车再次通过时 高速交警拦截住了这辆违法车辆 你到车的时候有没有看见后面有那么多车经过你 都在减速刹车 看到了 你歪起扭吧的站着两个车道 你当时候心里怎么想的 害不害怕 怕了 怕你为什么不及时停止你的违法行为 为什么还要到 把车拍下车 听到这个收费站 然后我谈话你到我们高速一支队五大队接受处罚 现在走 走上车走 在高速交警组队一支队五大队的办公区 民警对违法司机进行了训诫 走办性是没有事 如果有事的话怎么办 那是麻烦 光说是你自己放车 你就不考虑安全 对不对 什么最重要 安全最重要 以后不敢 以后你就不能开这个车了 不是 是的 不能开这个型号的车了 他这个倒车违法行为是会被处以罚款200元 即12份的一个违法行为 意味着他就不能从事这个半挂车驾驶员 这个运输的这个职业 暂时不能从事这个职业 如果我这次没有这么大力度的处罚他 他的这种侥幸心理还是存在 发生了事故 对他的这个生命造成了损失 造成了伤害 比他这个一段时间内 不能从事这个职业的 这个损失要大得多 生命安全高于一切 秉公执法同样也是为民服务 在打击违法行为这件事情上 高速交警的形象是铁面无私的 但除了这个 这些高速交警还有另外一面 高速路上 司机疯狂示意 他到底遇到了什么急事 我是前面那个车 你去哪个车会在 拉响警报 一路互送 寒冷的冬天 他感受到了暖意 谢谢我警察 跟咱们有一个保护 谢谢人民警察 谢谢您在那 维尼死争的相信我 两种形象 一个使命 他们无私奉献 守护出行安全 我们就是要打造一条平安和谐畅通的高速公路 高速路上的安全守护人 爸在身边正在讲述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书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砖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的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薄翠中药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黄鹤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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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病 得治 怎么治 抹药 抹药治疗黄鹤斑开始 当内静牌升级软膏 以医学为依据 治疗黄鹤斑 改善面色少滑 是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号专利药品 斑力镜牌升级软膏 抹药治疗黄鹤斑 抹药好得快一些 斑力镜牌升级软膏 黄鹤斑 你开始抹药了吗 好好好 堵了 堵了 这茶壶堵了 还不要紧 如果得了三高 血粘稠 哎呀 就怕堵了心和脑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轻 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 清血八卫片 传承三百年清血骨方 精炫矿物药 动物药 植物药 三药合一 清烘血 您看准了 清血八卫片 专利药 专药清烘血 清血八卫片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清血八卫片 久坐久站 用腰不当 容易引发 腰疼腿疼 腰细酸痛 陈礼记 舒筋健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细酸痛 强筋骨趋疼痛 舒筋健腰丸 对证 咱俩结尾兄弟 同心协力 万难相持 我喜欢十三哥 谁也不能促持 利用自己是迷惑 你老婆是日本特务 你不能去 走进 咱俩不是学 我去延安 交给你 中文件 你不一定 人家做这样的 我去延安 这一天 山西高速交警 一支队 五大队的门口 来了两名男子 他们手里 拿着一面锦旗 说要找这里的 两位民警 这是你特意写的 这么几个字 对 所以我发自那些 非常感谢 走在前面的这名男子 是马师傅 家住吕梁郊城县 另一位是他的同事 今天马师傅特地从交程过来 要向两名高速交警 当面道谢 找马林老警官 听见你们电台上 对 他在上面调查的一个视频 我打电话下来 马师傅的感激之情 溢于言表 不一会 民警王领宝 就从楼上下来了 看见马师傅 特意过来找他 王领宝有些意外 你好 王领宝 你好 太感谢了 真是 我就是马先生 你看我着急的 激动的是吧 没来的就感谢你 我说 这个爱人也挺好的 幸亏咱们有及时的带路 及时的请求 是吧 面对心情激动的马师傅 民警王领宝 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马师傅说明来由后 王领宝才想起了 确实有过这么一件事 就这么个事情 也是我们职责吧 您 行好 你这个心意我先领了 但是这个确实有点太隆重了 今天你又专程过来 确实有点 我有点跪不去的 这也就说实话了 那天真的是太感动 太激动了 这话你应该做的 碰到咱们王领宝 我跟他一求主 他二话没说 他说好 你跟着我走 此时的马师傅 说话有些语无伦次 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因为太过激动的原因 一边是马师傅激动不已 另一边是民警王领宝 显得有些淡定 能看得出来 王领宝觉得 马师傅所说的 这不过就是小事一桩 那么几天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在家吃那个六米 吃六米的途中 他就是 他以为是枣泥 他就一口通下去 通下去就当时 一下卡在这个喉咙这 被枣胡卡住喉咙之后 马师傅的妻子 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可击坏了马师傅 我站在床上 他不是抬高 我颠了三下 颠了三下 他说不管用 他吐了 一直就喝了 一直吐血 吐血了 吐血了 那可能是那个枣胡 把那个 把那个傻子 划破了 横着卡住了 马师傅一看情况不对 立刻带着妻子 准备去医院 可是 等他上了高速之后 却发现 车辆比较多 通行有些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赶到医院 最起码 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可妻子的情况 根本不允许 耽搁这么长时间 正在马师傅 心急如焚的时候 突然看见 前面有一辆 在高速上巡逻的警车 马师傅 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 我已经赶紧打着双闪 过去远近馆 交替闪烁 我又按了话 事宜他进去 我往前往去 靠边停车 我感觉他很着急 我听下来 他立刻少许站住 自己又跑下来 跟我说 接他说 你他同时快 我身上有病人 你好你好 我车上有个病人 帮我带一下路吧 你去哪儿啊 小天收费站 那你打开车 跟我走 好好好 快点上车啊 没有太多的交流 得知情况紧急 民警王领宝 立刻与同事张志平 打开双闪 拉响警报 在前面开路 前面车靠边靠边 后面有病人 前面车靠边 避让一下 避让一下 在警车的护送下 前面的车 也知道有紧急情况 自觉让出一条道来 见此情形 马师傅悬着的心 也稍微放下来一点 考虑到 室内通行 可能也会不太顺畅 为了争取急救时间 民警准备 直接把马师傅 护送到医院 我是前面那个车 你又去哪个车费站 去中心医院 去中心医院了 是吧 我带你去吧 但是低速上比较危险 你打开车闪啊 把前面那个白车 靠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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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让一下 避让一下 我们要避让人 避让一下 我也不敢看他 开得快 太快了 他也容易做事情 在全部安理的情况下 我们再给他 前面车 前面车 往左边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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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半个小时后 在民警的带领下 马师傅终于安全地 抵达医院 在高速交警的帮助下 马师傅的妻子 被及时送到了医院 因为送医及时 枣胡被顺利取了出来 索性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 回到家后 马师傅和妻子商量 准备好好感谢一下 帮助过他们的高速交警 谢谢王警官 给咱们领导 谢谢柔民警察 谢谢您在那 我也是能相信我们 这个其实我真没想到 在咱们今后的工作中吧 我只能说是 对吧 尽我的能力 把我该做的工作做得更好一点 更完美一点 管好咱们的秩序 防好咱们的事故 对吧 符合咱们的老百姓就行 对于王领导和他的同事们来说 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只是他们工作当中再普通不过的事儿 但对于马师傅一家来说 危急关头伸出援手的这些高速交警 那可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呀 尽管寒冬腊月 但是这样的一股暖流足以温暖人心 别急啊 他们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 高速路上车来车往 巴巡老人却在路面 步履摊山 从哪下来的 你从哪上来的 来你先坐我 到前面的 这车太多了 走 老人声称救救我 他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 你走错了 走错了 谁把你放下来的 多方寻找 暖心互素 走失的老人终于回家 高速路上的安全守护人 巴在身边正在讲述 我的腰腿和坐着 缩筋剑腰宝起来 想去哪儿 挺起腰 甭抬腿就走 这一旦腰椎尖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缩筋剑腰宝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舒筋剑腰宝 强筋骨趋疼痛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舒筋剑腰宝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我的腰腿 我坐坐 舒筋剑腰好起来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再好的本事 也要靠个好身体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痛啊 舒筋剑腰宝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舒筋剑腰宝专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舒筋剑腰宝专 对啊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活脆功耀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舒筋剑腰宝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好好好 哎 堵了 堵了 这茶壶堵了 还不要紧 如果得了三高 血粘稠 哎呀 就怕堵了心和脑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 清血八味片 传承三百年清血古方 精选矿物药 动物药 植物药 三药合一 清烘血 您看准了 清血八味片 专利药 专要清烘血 清血八味片 祝您 哄血清 心脑好 猛奇清血八味片 输筋建腰娃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对呀 咱俩俩 结尾兄弟 同心协力 患难相持 我喜欢十三哥 谁也不能阻止我 利药自己去迷惑 你老婆是日本特务 你不能信 走进往 咱俩不是学生 我去延安 将给你中了 你不可以在天间作战 我将和我十四 暗箭 这天下午五点多 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正在路上巡逻的 高速交警李斌 竟然发现 有一位老人 出现在了高速公路上 他在右侧车道上 顺行的 所有的机动车 都是从他后面往前看 他后面看不到 那咱们打车 经过的时候 有可能出现那种 旋转的风 有可能把人吸进去 高速路上 车来车往 一辆辆大型货车 在老人的身旁呼啸而过 一旦有司机稍不留神 或者老人突然改变方向 意外就可能发生 此时的老人处境非常危险 你要去哪了 你去哪呀 从哪下了 你从哪上来的 你先给我到前面 这车太多了 走 先到前面去 咱不敢 声音太大了 声音太大 怕怕老人 你刺激到 刺激到 以后发现出现 什么异常的举动 更危险 老人上身 只穿了一件 单薄的衣服 连外套也没有穿 就这么孤零零的 走在高速公路上 见了民警后 老人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救一下我 那这位老人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呢 这是高速公路吗 这是你咋上来的 我也玩 你从哪上来的 那东鱼 从东鱼上来的 你要去哪了 我还东鱼 你走出来 咋上来 走出来 谁把你放下来的 老人所说的东鱼 是清旭县的一个乡镇 距离这个地方 大约十公里 东鱼镇 包含一个社区 十二个行政村 老人到底是哪个村的 叫什么 这些他都说不清 你有没有家里人的电话了 听不到 东鱼二个 什么地方住了 人不人的路 在东鱼 东鱼村里头 人不人的路了 人不人的路 回家的路 消不清 没有问下什么结果 没有问下什么 家庭住宅 或者家庭成员信息了 联系方式了 都没有 来 坐坐坐 写上车 再微信了 知道东鱼 民警判断 老人可能是因为年纪大 迷路了 这才不小心 走到高速公路上 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 民警准备 把老人送回家 因为不确定 老人到底是哪个村的 民警只能先带着老人 来到东鱼镇镇政府 高速公路上 走的个老太太 说是东鱼的 听也听不懂她说啥 就知道你还是东鱼的 东鱼的 老婆吵着 东鱼 你的电话忙着就打个电话 没电话 你也回了个啥 哎呀 你早就告诉我 东方走的了 你也回了个啥 因为老人无法提供自己和家人的准确信息 东鱼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当地派出所的民警 一时间也无法联系到她的家人 我怕了 这路上走的能搭着 滑滑的 天历大了 他好是好在穿那个红色的衣服 人家都能看见他 看见 天一黑就完了 为了尽快确定老人的身份 乡政府的工作人员 又找来几位东鱼镇 东鱼村的村民 对其进行辨认 机关秀子了 还有其受制会的个啥 还有其受制会的啥 虚的自白有什么 哦 虚的自白有什么 你发到臭面穷里头 他们看一看 那也有这样的 啊 拆去了很多方式吧 都没有什么效果 没有人认识她 没有人认识她 将近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过去了 东鱼村的微信群里 对于此事议论纷纷 但大家伙都不认识 这名走失的老人 老人口中所说的东鱼 到底是东鱼镇的东鱼村呢 还是说是东鱼镇的某个村呢 此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因为无法核实老人的身份 民警准备先把老人安置到救助站去 考虑到如果不行的话 就只能往救助站送 但是我们考虑到 当时发现她的那个地方 是在马狱附近 兴许马狱附近 我们又想一下 有可能是马狱当地的 左转 在哪儿左转 哪儿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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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左转啊 那小豆咋敢走 哎呀 我是怕冬鱼再找不见了 咋嘛 走了 马狱吧 马狱找不见回太阳市 这么晚了 老人还没有回家 他的家人肯定也十分着急 考虑到这一点 尽管对路线并不熟悉 民警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又带着老人来到了马狱乡 希望在这里能找到老人的家人 遗憾的是 马狱乡政府的工作人员 以及派出所的民警 也对老人没有什么印象 这一趟很可能又是 无功而返 正在这时 马狱乡派出所的民警 接到报警 有人称 家里的老人 下午一个人跑出去 迟迟没有回家 让他来派出所 然后跑到东宇 东宇 把周围的村子问遍了 不一会儿 老人的小女儿和女婿 来到了派出所 是不是 开开 哎呀 就是 是不是 来来来 你把人生 死了 死了 这都要生不生生 怎么拿开 他是东宇的 东宇真的香了 东宇待了两个小时 猛了周围的村子都问遍了 然后淘 老人的女婿说 老人今年已经84岁了 患有老年痴呆 平时都是由他们两口子照顾的 当天下午 他们有事 出去了一会儿 老人就自己打开门锁跑了出来 之后 他们到处寻找 然而 却迟迟没有找到 这才报了警 经过五个小时的辛苦复出之后 高速一支队 五大队的民警礼宾和同事 终于帮老人找到了他的家人 把老人安全送回了家 第二天一大早 老人的子女们也给民警们送来了一面锦旗 都说警民一家亲 一支队五大队的民警 再次用他们的行动赢得了群众的点赞 在高速交警总队 一支队五大队的办公室里 还挂着许多面锦旗 相信每一面锦旗的背后 都有一个暖心的故事 正如民警们所说 这些锦旗 对他们来说 是肯定也是鼓励 在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们及时伸出援手 帮助群众摆脱困境 在遇到违法行为的时候 他们绝不孤心 依法打击一切违法行为 暖心是他们的一种形象 铁面无私 也是他们的一种形象 但这两种形象却并不矛盾 他们背后藏着的 都是一心未明的执法理念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为了抚慰伤痛 他俯身去拨 当事人伤残的双脚 让法律真真实实地 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中 为了化解矛盾 他行动不变 却一天时间 两个山村忙返酒烫 有了他 我就一直能够走下去 为了取得证据 他长期接触有毒试剂 整晚整晚都难以入睡 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 他是检察官 他是警察 他是法官 他是人民调解人 他们心里装着群众 他们眼里充满光和正义 他们是新时代政法英模 山西广播电视台 社会与法治节目中心 新时代政法英模 系列人物展播 带您走进他们的温暖故事 5G1000兆 宽带1000兆 WiFi1000兆 5年选电信 广速3000兆 上网就是快 中国电信 中文字幕志愿者